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新闻事件是 世卫组织将成立新的新冠疫情溯源专家小组 世卫组织13日表示 它正在成立新型病原体起源国际科学咨询小组 称这个咨询小组将支持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起源快速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华盛顿对此表示欢迎 世卫组织呼吁所有政府合作 加快新冠溯源研究 并对这种情况进行去政治化 世卫组织发言人法德拉下部13日在联合国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们应该一起努力 你 我每个人都想知道这场百年来最严重的大流行病的起源 华盛顿13日对世卫组织的这个计划表示欢迎 提到强调以科学为基础的研究和数据驱动的努力 以找到这场大流行病的源头 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发现预防和应对未来的疾病爆发 拜登总统5月底命令助手们查明新冠病毒的来源 并在90天后向他报告 世卫组织无法说明病毒是从哪里以及如何开始传播的加剧了 其成员国之间 特别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13日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史节吹风会上表示 拒绝溯源的帽子戴不到中国头上 他说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全球溯源工作 从疫情初期 中方就积极同世卫组织开展溯源合作 中方反对的是政治溯源 反对的是违反世卫大会决议的溯源 反对的是抛弃第一阶段联合研究报告另起炉灶 马朝旭还表示 任何企图推翻和歪曲中国 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结论的做法 都是对全球科学家和科学的不尊重 不过 世卫组织12日发表声明再次表示 一期调查没有发现足够的证据可以排除任何架设 应该进一步调查是否存在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 声明还表示 获得所有数据至关重要 世卫组织只关心科学 提供解决方案 第二个新闻事件是 疫情反扑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 急速放缓 中国民航局12日发出通告 国航一架航班发现确诊新冠感染7例 决定从当日起暂停该航班两周 目前由德尔塔毒株引起的疫情反扑 已经蔓延至中国18个省 经济分析师纷纷下调中国经济下半年的增速 中国民航局说 8月6日入境的国航CA942航班 从迪拜至北京确诊有7名旅客感染了新冠病毒 民航局在通报中宣布 自8月12日起 该航班将暂停运行两周 民航局还要求国航要在当地实领馆指导下 做好后续航班旅客安抚和机票退改等服务工作 自从7月20日南京路口机场发现新冠病毒 变异毒株德尔塔之后 这种高度传染的病毒已经蔓延到中国18个省和48个城市 据中国官方数据截止至8月12日 中国本土感染病例已经攀升至1282例 比一个月前的390例增加三倍多 尽管目前有许多城市公布的新增确诊病例数字 已经下降为0 虽然这个数字比世界许多国家都要低得多 但中国当局还是对疫区采取了严厉措施 实施封城 取消航班 关闭港口 码头 娱乐场所和其他公共设施限制人们出行 并下令对疫区居民进行全员病毒检测 在这轮疫情的重灾区江苏扬州 当局已经对那里的居民进行了六轮检测 中国其他许多省市也都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大规模的限制措施引起经济学们 对中国经济增长前进的堪忧 他们认为 中国政府采取的这种通过严厉的行政手段 在第一时间封杀病毒的做法不仅不合时宜 而且会对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复苏 产生严重的负面作用 目前许多国家都认为 通过行政命令 以举国之力封杀病毒蔓延的做法是徒劳的 人们必须学会与病毒共存 汇丰银行的经济学家在11日的一份报告中说 中国这次疫情反扑发生在经济增长引擎失速 和国内消费预振乏力的时候 许多省市强化了社交距离限制 阻断了省与省市与市之间的交通 报告指出 这些措施势必影响到经济增长 特别是国内消费 这一块目前为止还没有恢复到 大流易发生前的水平 美国高盛集团的分析师 为此大幅度下调了中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预测 从原来的5.8%降低到2.3% 高盛集团本周发出的一份研究报告说 由于病毒扩散到许多省份 地方政府迅速做出反应 遏制具有高度传染性的德尔塔病毒的扩散 我们开始看到中国的经济数据走软的趋势 报告还说 高盛预期旅行、餐饮和娱乐等服务行业将会受到影响 但高盛认为 除了第三季度外 中国全年的经济增速基本不受影响 他预期全年经济增幅将达到8.3% 略低于之前预期的8.6% 美国另一家知名投行摩根大通银行 也大幅下调了中国三季度的经济增长预测值 从原来的4.3%降低到2% 这家公司还降低了中国今年全年的经济增幅 从9.1%下调到8.9% 摩根斯坦利公司本周把中国全年经济增幅下调到8.2% 并指出 疫情将影响到中国的个人消费和服务业的就业状况 第三个新闻事件是 塔利班势如破竹 阿富汗面临人道主义灾难 极端伊斯兰塔利班武装攻占了 距首都喀布尔以南仅70公里的普勒阿拉姆 通讯社援引一名省议会议员通报称 伊斯兰分子已接管当地政府主要机构 并拘捕了省长和情报机构负责人 人口约12万的普勒阿拉姆是该国东部省份 卢格尔的首府 塔利班武装分子正集中于卢格尔省 准备进攻首都卡布尔 塔利班目前已控制了七个地区中的五个 并激烈争夺与卡布尔省接壤的两个地区 鉴于激进的伊斯兰叛乱分子不断推进 美国宣布未来几周内将其大使馆人员减少到最低限度 此外重新派遣3000军人至卡布尔 确保机场安全 对部分人员撤离提供保障 美国国务院和屋角大楼称 美国将很快抵达新都库史地区 与此同时 美国外交部发言人普莱表示 驻卡布尔大使馆将继续在原地办公 他称 这不是疏散 不是全面撤离 我们打算继续我们的外交工作 他指出 塔利班曾明确表示 无意攻击外交机构 当地一政界人士透露 占领 好拉 特事后 塔利班逮捕了重要的民兵指挥官 穆罕默德 伊斯梅尔汉 以及该省省长和其他安全机构官员 塔利班曾承诺不会伤害官员 伊斯梅尔汉是阿富汗最著名的民兵指挥官之一 领导了抗击塔利班的战斗 据联合国称 阿富汗国民的处境越来越危险 日内瓦联合国难民署 一名发言人指出 我们正处于人道主义灾难边缘 尤其是妇女和儿童会走上逃亡之路 世界粮食计划署 一名发言人表示 目前大约三分之一人口的粮食供应已无法保证 第四个新闻事件是 拜登将召开民主峰会 蔡英文还未获邀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一跳脚 美国总统拜登 这个星期宣布 将邀及世界民主领袖参加12月 以网络形式举行的民主峰会 希望结合更多伙伴捍卫民主 抵御威权主义 被美国政府多次称赞为民主典范的台湾 以表态积极争取参加峰会 台湾总统蔡英文是否获邀出席 也受到高度瞩目 不过中国官媒也发出警告说 绝不允许美台突破中方底线 否则台海将有惊涛海浪 有专家表示 峰会以虚拟方式举行 已经为蔡英文实地参与峰会的问题解套 如果蔡英文未能活邀 华盛顿将发出一个非常错误的信号 白宫11日在一个声明中说 拜登总统很高兴宣布将在12月9、10日 举行两天网络形式的民主峰会 在白宫的宣布后 台湾政府已表明 将积极争取参加这个峰会 台湾驻美代表 萧美琴在白宫的宣布后 回复华盛顿地区 华文媒体的提问时说 美国将台湾视为重要民主伙伴 台湾会继续就相关会议的参与和美方洽谈 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副司长陈慧珍 12日在台北举行的一个记者会上也表示 台湾政府会持续与拜登政府协调 努力争取出席民主峰会 他说这场峰会的主题都是台美共享价值 台湾将持续与美国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 共同捍卫民主人权 中国政府截至13日 尚未就此事做出正式回应 不过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已经警告说 中国绝不会允许蔡英文参加民主峰会 胡锡进12日在其官方微博的贴文中说 中国绝不接受美方邀请蔡英文参加这个峰会 让他与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同一个会议 出现在同一个屏幕上 那将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宣战 他说美国要邀请台湾参加峰会 只能依照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做法 否则就是干预台湾问题的一次严重升级 中国大陆绝不会坐视美台以这种方式突破底线 届时台海必出现前所未有的 惊涛海浪 白宫11日宣布的召集民主峰会的计划是说 参加峰会的将有民主政体政府 公民社会及私营部门的领袖 各方将就如何捍卫民主 以抵御威权主义 打击腐败及推进人权等三个主题 进行资商协调与行动 并且预计在一年后再次聚首 展示这些承诺和行动所取得的进展 共同分享经验成果及面临的挑战 好了 今天的言归正传大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明天再见